岁末时节正决教育基金会为了照顾弱势 与新庄区的昌平礼文明礼等共八个礼合作 举办了寒冬送暖活动 这次共有80位的弱势接受善款捐助 让弱势民众倍感温馨 岁末时节正决教育基金会为照顾弱势 跟新庄区昌平礼文明礼等等八个礼合作 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这次送货的民众共有80位 每一个礼有10位民众可接受善款的捐助 而正决的善款都是由基金会的师兄师姐们 所捐助的 正决他的钱就是大家完全帮不自心 来一点一点的顾持 那我们这个除了对外不还 也不靠企业捐还 就是靠大家发信 我对于正决教育基金会的 这个感人的一举 实在让我非常感动 尤其是他的一个特色 就是每一位师兄师姐自己发信 那也不是从外面的一个募款 可是为什么一个人他可以 不管他的评价 他都可以持续在这一块福田里面 再来播种再耕耘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典范 正决教育基金会的会员 自行捐款帮助弱势 纯粹且无私的大爱精神 让新庄民众最末时节 能感受社会真正的温暖 以上新闻 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导 我们大家